知道一个领导者他就有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是怎么来的呢 团队就有上级下级 对上级呢 比如说一个学生的上级就是老师 要主动去帮助老师解决一些问题 要主动的去问问老师 从小哪怕是个小学幼儿园初中 任何一个年级都要主动的去做这种件事情 跟上级保持一种很紧密的联络 这是培养领导里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记住这是学问 这是需要学习的 需要去努力去克服自己心里面的那种眼皮薄 不好意思说就要大胆说出去 让老师知道你是很关心老师 你是真的想帮助老师来减少一点麻烦自己来做事 当然也要努力学习 其实呢 懂得团结 团结就是我们同学之间一个小组 要对大家理解 体谅和关心他们 哪怕我自己都有点生病 但是呢 我突然发现我旁边这个同学生病了 我要主动的 积极的帮助他 这就是一个领导者 如果我生病了 我就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那就我是一个被领导者 就是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区别就在这里 一定要记住 主动 帮助别人就是领导者 以此推开 我对一个团队一个小组的每一个成员 学会一对一的交流 一对一的沟通 那么我就是个领导者 如果我在家里等着别人来 上门来 对我一对一的沟通 那么我就是一个被领导者 当然对上级来说 我在下级 肯定是被领导者 但是我要主动的去成为一个很接触的领导者的话 我就去主动的学会去关心别人 这样我们就成长起来了 然后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寻找到自己的追随者 你一个团队没人追随 你就是个光盖尔斯林 那是什么领导啊 所以说从小孩子开始 就要让他树立自己个人的 打造个人的风格特点跟魅力 如果童年人他还找不到追随者 没关系 比他小一点的 小朋友可以成为追随者 那也是找到了追随者